一个是屏东的长治乡 一个是台南的玉井乡 虽然今天是端午节 但是大爱园区的营建 跟慈济志工团队 完完全全没有休息 持续赶工 就是希望能够让巴巴的受灾乡亲 可以早一点入住园区里面 迎接全新的人生 今天有乡亲呢 自己放假 所以呢 干脆就到园区里面呢 来付出心理做一日志工 而台南地区的志工呢 则特别包了粽子 感谢每一位 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的 功地菩萨 虽然是端午佳节 不过屏东长治大园区 营建及慈济团队依旧不休假 众员甚至趁着天气放晴 忙着赶工 因为前几天雨季 雨季 工程有迪雷 所以要靠现在 天气好的话赶快抢进度 人家住在关 也要做 关在那儿 可以让人更快进来 原本在园区当八八临时工的 吕连山也特地牺牲端午佳节 主动到园区当一日志工 今天大家都休假 你为什么又要把我来这边当志工 在家里又要喝酒 干脆来这里 运动一下 静头来到台南玉井大园区 慈济志工则是送来众人齐心 合力所绑的诉众 慰劳所有辛劳的功力菩萨 今天接到一种 孙小小的一伯的一种仗 感到很感动 因为那都是大家爱心 有这些树种子 让我小孩子能吃到更健康 更欢喜 我非常感谢他们 每个树种包则 慈禧人满满的用心跟关心 工地菩萨吃在嘴里 填在心里 尽管无法回家过节 不过他们却说 这是他们度过最温馨 最有意义的端午节 大安新闻南部综合报道